煤气中毒案例 煤气中毒凶了几乎是一天才发现 发现送往医院 我老婆在医院 她煤气中毒比较轻 姑娘比较重 最后姑娘转到儿子医院 结果就去了重症监护室了 去了重症监护整个就是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从一开始插管 到最后就是切开喉咙 做了那个呼吸机 由于高烧不退 没办法 最后那个组织医生和我说 意思就是说孩子不行了 就说是待会一下就行了 但是在那种基础上面 可能人家待会就不管花多少钱 先把孩子的命保护再做 我也和他就是三三五次地做 还有我的家人 到最后说的就是说 同意我进去用原始点做 前前后后做了九次 孩子的命跑出了 包住以后出来以后 整个孩子就成了职务员了 眼睛稍微能动一下 两个手稍微能动一下 安全其他都不会动 然后后来就是经过 张医师的这个原始点 我给孩子一直坐上 坐上以后 到回家正月初把孩子跟上我自己说一个字两个字 到最后一句话 但是没有意思 2014年的4月份 张医师在北京讲课的时候 我带着孩子 那时候已经是好多了 带着孩子去了北京 听完课 又接着又做两个月的原始点 那是一个饭店 不是一个电话 那就是他意思也有了 眼睛也能看到了 当时我记得我为他犯的时候 他从裤子上拿起个头发丝 告诉我说 爸爸我看到头发丝了 后来一直用的原始点做 一斤姜 三次分为三天 喝一袋一斤干姜片 然后每一天配了一把 红色棒的杯子里面 然后把姜水熬好 泡起来 然后让孩子喝了好多好多 最后就是 一直做到现在 就是孩子恢复到这样 真的我很感激张医师 跟我们三个人过程 从整个这样攀的推进来 谢谢黄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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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医师